朝鲜妖女张绿水,看笔妲己的妖妃,宴会上当众和国王行丑事,她是如何淫乱天下的。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订阅,点赞留屏,接下来跟着史约馆,带您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步伐红颜祸水这样的人物出现,例如烽火系诸侯的包四,头腹挖心的打击,意气红尘妃子笑的杨玉环等等。 对于男人而言,盛世需要美人点缀,乱世需要女人顶罪,但凡君王非明君,虎媚祸主的锅便落到了女人的头上。 朝鲜历史上有四大著名的妖女,四大妖女之一的张绿水。 张绿水与燕山君,这一对妖女,暴君的组合,在古代朝鲜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后来的史学家都难以启齿的不堪往事。 朝鲜与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是差不多的,是有敌数之分,并且切齿如果能够得到丈夫的宠爱,也是需要凭借母凭子贵。 而且在朝鲜的时候,当时有非常严格的制度,一般母亲的出身就相当于是孩子的出身。 因为他的母亲是贱民,所以从生下来,张绿水也是贱民阶级。 张绿水从小只能称呼自己的父亲为大人,而且张绿水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注,更不可能接触上层社会。 张绿水在妓院里长大,还学会了很多,可是张绿水因为长相貌美,在当地富有盛名。 为了巴结权贵,他父亲便将他送到了朝鲜贵族齐安大军家里做侍女,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陪同门客饮酒作乐。 其实和娼妓无异,年少的张绿水深知此去要面对什么,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他,只能欣然接受父亲的安排。 年轻貌美的张绿水尽抚没多久后就被齐安大军玷污了。 即便他容貌、轻利又擅长迷惑男人,可齐安大军却只把他当作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泄雨工具,连让张绿水当个小气的想法都没有。 还总是喜欢当着客人的面轻薄张绿水,张绿水受尽了屈辱。 每次齐安王燕请朋友到家里的时候,张绿水就经常跟随在他左右,而且让其他下流宾客随意地抚摸张绿水,并把这个当作是一种游戏。 这些宾客中也不乏有相中张绿水姿色的,想把他从大军府上买走。 可是齐安大军一直没有答应,张绿水深知这些宾客贪慕自己的美色。 每次应酬他们钱都必定精心打扮一番,为自己寻求翻身的机会。 有一次,齐安大军邀请自己的侄子燕山君到自己的家中做客,张绿水这个时候知道是他的机会。 他开始刻意勾引,面对妩媚动人的张绿水,燕山君被深深地吸引了。 于是就向齐安大军讨要了他,齐安大军深知燕山君暴虐,加之自己原本只当张绿水视为玩物, 不想因此得罪燕山君,于是就将张绿水拱手向宋。 深谙魅惑之术的张绿水一度,让燕山君李龙沉迷自己无法自拔。 即便很多臣子坚决反对,但是燕山君王依然将张绿水册封为无品嫔妃, 对于一个贱民之女来说,此等殊荣在朝鲜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之后燕山君继位为王,大权在握的他在张绿水的教唆下更加荒淫无度, 为所欲为。 张绿水与燕山君的母亲沸沸隐世,一样有着卑不足道的出身, 这不为宫廷所接受的条件,却让燕山君更为宠爱她, 她是唯一一个能够在高兴时如哄孩子般的对她, 不高兴时将她当成奴婢般呵斥的人,只要燕山君见着她。 立马着了魔般浮现笑意,原本燕山君就是离经叛道之人, 她反对佛家、儒家,为了讨美人开心, 竟公然将朝鲜原厥寺改为妓院,将朝鲜最高学府改为酒馆, 将国度附近三十里百姓遣散修建打猎为场, 终日里与张绿水酒吃肉淋,沉迷荒淫之事,完全不理朝政, 每一天燕山君都陪张绿水一起玩耍, 还经常在公共场所公然做一些令人不齿的事。 燕山君不喜欢儒学,所以张绿水就勾结朝臣, 诬陷那些入学的官员,还把读书人的书院改为了酒馆, 然后在里面寻欢作乐,并且让燕山君驱赶三十里内的百姓, 这个地方成了她玩乐的场所。 他们两个人简直就是蛇鼠一窝, 而张绿水让燕山君对她言听计从, 不管她说什么,燕山君从来都不会生气, 而且喜欢看张绿水的脸色形式。 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 私下传言二人都是妖物, 他们也丝毫不顾忌国体, 在宫中大白宴席,白日宣吟, 所作所为,比起商咒打击有过之而无不及, 已经到了违背人伦刚常的地步, 为了能让君王尽兴, 张绿水还让朝鲜各地官员尽献美女供流龙享乐。 不提供的就依法治罪, 一时间整得朝鲜上下乌烟瘴气不得安明。 她知道自己的夫君燕山君是一个积极沉迷美色的人, 所以为了投其所好, 她从民间找来了许多身材曼妙, 样貌娇好的女性, 亲自教导她们应该如何服侍燕山君。 不过在将这些人送上帝王床榻的时候, 她也非常注意对这些人的管控, 尽可能地不让他们分走圣宠, 据说还有一个女人因为容色艳丽而遭到了张绿水的嫉妒, 并因此而被凌迟灭门。 燕山君的生母嫉妒心非常强。 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宫女杀害了, 她还划伤了皇帝的脸, 之后被刺死。 在燕山君五岁的时候, 她不知道母亲到底怎么死的, 张绿水知道真相以后, 她就将燕山君母亲的死因告诉了她, 所以当时导致血流成河, 张绿水很好地把握住了燕山君极度渴望母爱的心理。 可以说, 她既是她性伴侣, 其实又在精神层面上苟且而聊胜于无地填补着她因缺失母爱而留下的内心虚空。 电影《奸臣》中几个镜头耐人寻味, 张绿水时而像一个母亲般哄燕山君开心。 时而却又对其像孙子一般呵斥, 张绿水脱下了衣服,将燕山君揽入怀中喂奶。 情急之下, 燕山君像小孩子一样爬到张绿水的裙子里, 一副找母亲庇护的可怜模样。 眼看着张绿水如此受燕山君喜爱, 朝中的大臣也眼红了起来, 纷纷跑到张绿水家中巴结他, 想走捷径当大官。 而张绿水本人对这些人也是来者不惧的。 据悉, 当时, 朝中的许多军事重臣都是张绿水府中的座上宾。 张绿水还为燕山君生下了一个女孩, 都说母平子贵, 生下孩子的她也愈发得肆无忌惮了起来。 当时, 朝中有许多忠臣都看张绿水不满, 但是奈何他们力量微薄, 他们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李龙对张绿水迎合自己的心意, 非常的喜欢, 他几经片刻也离不开这个女人了。 除此之外, 燕山君为人生性暴虐, 发明了寸斩, 袍落, 拆凶等残忍刑罚, 每次行刑的时候都让犯人家人来参观。 他和张绿水也会一同观看, 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 二人毫无聚色, 反而调情自若。 这位在朝鲜历史中,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暴君, 在位整整十二年, 围获了朝鲜十二年。 张绿水也放荡了十二年, 最终忍无可忍的大臣发动了军事政变, 包围了王公, 杀死了干政的外妻, 燕山君只能被迫退位。 退位后的燕山君, 在流放到江华岛后病死, 中年三十岁, 他的儿子被全部赐死, 他挚爱的三位宠妃都以王国妖女的罪名问斩, 被称为朝鲜三大妖女之首的张绿水, 虽有孕在身却也难逃一死, 张绿水被按上妖女的罪名, 赐死于宫廷之中, 在高高的断头台上, 张绿水哭得梨花待雨, 可是再也没有人能够救他了。 当时一些大臣联合进城大军, 发动了叛变。 最后燕山君被流放, 他的暴行简直令人惊叹, 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 毕竟他是王室的人, 为了维护体面, 所以就让张绿水背负了这样的骂名, 身份低贱的人怎么可以干涉政事, 贵族不能容忍, 所以这些贵族觉得是极大的耻辱, 之后将有孕在身的张绿水斩首示众, 并且还声称燕山君所有的行为, 都是因为受到他的蛊惑。 就因为这样, 所以张绿水一直背负着骂名, 被称为妖女, 他这一生也是非常悲惨的, 原本只是想要摆脱自己的经历, 可是因为长时间受到欺压。 张绿水做出了一些极端的事情, 导致怨声载道, 他这样的行为, 最后导致王朝被颠覆, 那么张绿水也迎来了悲惨的结局, 其实也是张绿水就由自取, 如果得到地位的时候, 能够善良一些, 不做那么多坏事, 或许张绿水结局就不一样了。 张绿水和燕山君狼狈为奸的荒淫世纪, 在二人惨死多年后, 依然被朝鲜臣民铭记, 朝鲜人用王国妖女之名将, 张绿水刻在朝鲜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忘, 燕山君的残暴不仁, 荒淫无度, 也被诗人拍成影视作品。 他发明的种种酷刑, 让人看完后至今不寒而栗, 虽说张绿水红颜祸水, 被朝鲜臣民称之为妖女, 实际上他也是个非常可怜的女人, 出身卑贱, 自幼被人凌辱, 亲生父亲不能相认, 还把自己送入虎口, 百无所义的他, 只能凭借清澄美色, 改变命运。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那么多多钟,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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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来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